透过素食的一些饮食的调理方式 让你即便在这一段时间里头 有没有 你都会发现你多开玩意 来 我们的这个紫米老师 现在还给你拉一下 对 稍微把它搅拌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 因为它的熟度应该是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再把糖放下去 我是放黑糖 那比较喜欢吃甜的人 可以加一点点的冰糖 那通常其实我都是这样子 因为其实那个紫米 然后那个红枣本身 它也会释放那个甜度 它本身也会甜 那它这样子再煮一下 差不多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享用了 好 那这边杏鲍菇这边 因为干煎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一样用这个方式 把那个红枣泡水 然后直接放进来 加点水 它干煎完的杏鲍菇香了以后 我们可以加点水 加点水 然后把这个玉米丢下去 那这个做一点点的配色 那玉米丢下去可能 大概我们这样子焖煮 大概要10分钟 那一样有吃 有喝酒的或有吃久的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白酒 加一点点白酒 白酒或者是米酒就可以 对米酒就可以这样子 然后让它煮到这个酒气 没有了这样就好了 那其实最重要的 这时候我们调味可以进来 像我们刚刚是用麻油煎那个姜片 那一样我们再做一个那个 药膳的一个养生可以一瓢的这个素鸡精 我几乎没有做什么调味料 对 这样子素鸡精下来 然后我们就几乎可以不用去管它 让它去焖煮 然后到玉米熟了以后 这道菜就完成 就完成了 对 然后这个纸米我们可以给它关小火 因为我们从刚刚滚到现在 整个这个锅子的温度也就够 很高了 对所以我们关整个小火 让它用锅子去焖煮 差不多最后的完成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现在火都关掉 它还这么烧滚滚 对对对对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不用去管它 然后再来我们就可以来 准备下一道 像这个蔬菜饼 这个蔬菜饼本身来讲 像以前我们在吃的一个蔬菜饼 用的都是什么 都是高丽菜 用单独的高丽菜 那因为在这次节目里面 然后我特别上网去看 原来人家的蔬菜饼 里面可以这么丰富 以前就是 好像像高丽菜 就是我们传统的想法 那后来我觉得说 喜欢吃蔬菜饼的人 或者是说这个可以当点心 当早餐 它的营养都非常的均匀 对因为其实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大姨妈来的时候 如果真的人很不舒服 有的时候你连吃东西的欲望都没有 对都懒 那反而这种小点心 可能也可以弥补一下 你没有胃口的感觉 对没有错 所以老师今天呢 会教大家做一个蔬菜饼 其实我们现成的已经有 刚才先干煎好的一些成品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那事实上这个蔬菜饼 老师说今天让它里面的配料 是特别丰富的 特别的丰盛 像我们一般来讲 像蔬菜饼最大的 那个主要成分就是面粉 面粉 面粉大概是这样子一碗 然后因为 因为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吃软的 属于那种QQ软软的 可以加一点点的玉米粉 玉米粉 那这个比例怎么调 其实你看我们大概是几乎是10比1了 一碗 就是一碗 对然后这样子 那这个比例 我们可以自己再去调整 如果你不喜欢吃那种 嫩嫩就像蚝仔酸那样嫩嫩的 那你这个玉米粉就少放 你比较喜欢吃Q的话 面粉这个皮倒是 可以随我们个人的一个喜欢的程度 然后加一点点的一个盐巴 加一点点盐巴进来 那你看我们说在所选用的食材里面 像红萝卜 其实红萝卜在生理期来的时候 也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好 那像这个是南瓜 南瓜这种比较 我们把它切成片 南瓜切成片 然后这个是花椰菜 绿色的花椰 因为它本身的纤维脂 也是非常的高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山药 山药 山药本身它针对我们女性 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之前 以前我们都会用的高丽菜 这时候我们的那个分量 就是减少 就是减少了 那再来就是水 水像这样子的那个面粉 一碗面粉我们大概是140cc左右 大概是这样的杯子 差不多一杯半至两杯 这个我们可以去那个 其实最主要是要让它勾勾的感觉 对 让它有点勾勾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 有没有 把它搅破均匀 这样子就可以 那如果说 我们的那个食材 在那个抓分量的时候 比较抓 抓不准 不准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去调那个面粉 就是我们在和食材的时候 你觉得 那个面粉和不上来 那我们就可以去调面粉 再去加 对 再去加面粉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像你看这样的蔬菜饼 这个是我们最一般 最传统的一个做法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生理起来的时候 或者是说本身 我们平常时 营养没有办法摄取到那么均衡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蔬菜饼这边 我们加一瓢的这个树鸡鸡 做一个药膳的那个蔬菜饼 等于说之前在前一段这个做法几乎都一样 那如果说我们这时候如果能够再加一点点 汉方的一个药膳养生概念的话 那可能会真的会让我们越来越美丽 就不会再越来越来越害怕 对 越来越害怕 越来越痛苦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是实时的把一些养生的概念 就把它带进来的时候 你真的就会觉得说 其实你时时刻刻都在补充最好的一些元素 对对 其实杨敏你看 像我们就说以前在讲说 生理起来特别特别要吃什么 那你看如果说 在我们平常的饮食里面 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均衡 其实你生理起来真的不需要 特别去吃什么 你只要注意到说所谓的一个营养均衡 然后就是生理起来我们那个所有就是 因为你看的食材很多 没有说生理起来就是只有能够吃一样菜 那我们特别去注意到所谓的一个饮食均衡 这样子就可以了 对 那个我们热锅以后 这个油可以放进来 油可以放进来 这个我们做那种干煎的一个方式 对 干煎的这个感觉 好 那我们在这个要干煎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先带着大家来看看 老师其实今天也有帮大家做一些整理 就是说到底在生理期间 我们一些饮食的观念 应该怎么样去注意 我身边有一个这个看板 我们带着大家看一下 生理起饮食的一些小叮嚀 当然说不要刻意的吃甜食 因为其实有很多人说 那来我就一定要吃甜的 事实上老师就这块 有特别要跟大家叮嚀的部分 对 不要特别 因为如果说我们特别去吃甜食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说在我们的那个甜分 一下子摄取太高 会造成我们的一个血糖 它是不平衡不均衡的 所以说当那个血糖降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情绪反而跟着荡下来 更不好 更不好瘦 好 那不要刻意吃甜食 多吃高鲜的食物啦 然后甚至于也来补充B群的一些饮食 摄取足够蛋白质定时定量 也不要都不吃不然就是吃很多 那当然像一些这个蔬菜啦 或者是一些牛奶啦 或者是含铁含钙的东西 其实都鼓励大家能够在这段时间 多多的摄取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蔬菜饼 已经把它倒到锅子里头 去做一个煎的动作了 对 我们应该就是煎一块做一个示范 让那锅子 让它去那个 让它去煎 煎一下 然后我们等一下那个 先来介绍 这个是我们的素食界的蓝带 蓝带 对 我们也今天要来做一个蓝带 我们也有蓝带 对 这个刚刚是芹菜末 刚刚我们忘了加 没关系 我们素食界也有蓝带 蓝带起司排 我们其实知道说有这个蓝带猪排 很有名喔 那其实我们素料的这些 尤其应该怎么样去让它 同样如果是吃素的朋友 也可以满足到这一块的领域 那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讲说生理期 我们要多补充所谓的一个蛋白质 对 跟盖子 那你知道我们吃素来讲的话 这个羊瓶先品尝 然后我们来教观众朋友来学这一道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的蓝带 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成品在这里了 对 刚刚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会先把它炸起来 因为它比较需要多一点时间 我们让朋友看到它里面 哇 这个都有爆浆的感觉 对 爆浆 那爆浆的工程就是来自于这个 起司片 起司片 对 这个起司片 那你知道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吃素所谓一个 钙质的一个来源 对 我们刚才来讲 生理期间也要多补充钙 多补充钙质 然后蛋白质 对 我先吃 你慢用 然后你看那个酥酥的一个感觉 就是面包粉 好香喔 所以这个不跟你讲 这个是素的 可能羊皮真的一开始会吃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里面用这个 杏鲍菇 对 用杏鲍菇 大家要学这道好好吃 对 很好吃 而且 其实它已经有点不是那么烫 不是现炸的感觉 因为它有点温温的了 对 可是果敢还是很好 对 因为我们刚刚在那个 节目开始 我们先把它准备好 先炸 这个就交观众朋友来 我们就买 这个就是买这个豆包 生的 那生的豆包买回来记得 像昨天买回来 忘了冰它就坏掉 因为这个它没有油炸过 对 然后这个豆包 里面我们夹什么 夹我们的盖子 就是起司片 我来这样子 这是起司片 然后再夹我们的肉 我们素食界的肉 就是杏鲍菇 对 这个可以夹两片 到三片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这个杏鲍菇 对 所以我会这样子 有没有 这样子 好 这样子很简单 那这个我们事先 都可以先把它做起来 做好 然后沾这个面粉 面粉 有没有 沾这个面粉 好 然后面粉是抹 让它这个皮 稍微这样子均匀以外 然后这样子 我们沾点这个什么蛋液 蛋液 对 为什么要沾蛋液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沾 让它 又要沾那个面包粉 酥酥的那个面包粉 难怪这个口感这么好 对 沾一点这个酥酥的面包粉 用夹子比较好用 而且我觉得这样吃起来 比较没有负担 对 你看因为 那个我们的肉是用杏鲍菇 对 来取代 用这样子 这样子 沾一下 那个真的是客人来的时候 这个其实可以取代所谓的排骨 在便当都很好用 然后我们把它油炸过 这样子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好赞喔 对 你一边做我最快快做我 你慢慢享用 因为我们的锅子 为了要煎那个饼的关系 所以说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炸 有没有 这样子 是不是很简单 对 很方便 这道一定要学起来 对 好不好 好 我们的蔬菜饼也差不多了吧 对 蔬菜饼也好了 对 来 这样子 你看 像这个蔬菜饼 因为比较烫 杨瓶我帮你把它切开来 好 来 老师好贴心喔 像这个蔬菜饼 我们里面它本来 不是就有加上那个 那个素鸡精 对不对 好 这样子 把它切开来 那如果说我们喜欢 比较重口味的人 对 在这个蔬菜饼好的时候 来 你把它撒一点 再撒一下 对 再撒一点 你看羊饼 这个蔬菜饼真的 你看 这样子还要吃得到南瓜 然后吃得到这个 你看内馅 好丰富 看一下 我们把它切开来 好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蔬菜饼 要怎么去完成 对不对 我们也 来带着大家来看看 好 我们准备的食材有哪些 我们来看看 好 今天呢 这个最主要老师说 让它的这个蔬菜饼是够丰富的 是 所以里头呢有 红萝卜 有芹菜 对 就我们刚刚肉放的 然后南瓜 山药 花椰菜 还有高丽菜 对 然后最主要是我们用中筋面粉 玉米粉 水 盐巴 然后调味的部分 我们用素鸡鸡 这样就可以了 好好吃喔 对 那个很不一样的蔬菜饼 而且最主要是就像刚刚杨萍讲的 生理期来的时候 假设你的那个食欲是不好的 那你煎一个这样的蔬菜饼来讲 它的营养是均衡的 都有了 而且让你吃的 非常吃得下 对 很简单 而且你看它的那个酥脆 是我们自己可以去调整 比如说你喜欢吃那个酥一点的 你的那个玉米粉 就是不要放那么多 好 所以你看谁说 那个来的时候 你就吃得那么辛苦 叔叔上 你可以通过这些饮食 满足一下自己 你会觉得你鸡很开玩 真的 好 我们今天进展广告稍会回到 我们今天的元气加油站 等着大家稍后回来